我自从大学毕业之后 我在做的事情一直都是讲话的工作 可是事实上 我私底下是一个很不爱讲话的人 就是我觉得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刚刚讲的最后一题的最后一个论点 其实是我内心最想讲的话 也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我学到最多 因为我发现每一个人的说话能力都好厉害 然后都是我很羡慕的技能 可是我每次都在旁边的听别人说话 我觉得也许这个社会我们要少一点纷争 也许真的是要把耳朵打开 第一届全明星辩论会的最佳辩识 大家一致通过是她 因为我觉得她写稿非常地认真 而且可能我想象得到 她是如何地跟自己辩论 删掉一些内容再补足一些 而且在每次的内容上我们看得到 她的准备充足 还有在临场应变 也有非常处变不经 或者是能够腐蚀皆是的梗 但是还是四平八稳地 把她该讲的话传达出去 我们心中第一届全明星辩论会的最佳辩识 恭喜 吴依佩 吴依佩 恭喜吴依佩获得65寸 升广4K QLED量子电 旗舰 风天蕾 这台QLED电视发情细致 吴依佩 吴依佩 最佳辩识 现在是你的得奖感言 我真的 我没有想过最佳辩识是我 然后我真的非常谢谢评审 因为其实我自从大学毕业之后 我在做的事情一直都是讲话的工作 可是事实上 我私底下是一个很不爱讲话的人 就是我觉得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刚刚讲的最后一题的最后一个论点 其实是我内心最想讲的话 也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我学到最多 因为我发现每一个人的说话能力都好厉害 然后都是我很羡慕的技能 可是我每次都在旁边的听别人说话 我觉得 也许这个社会我们要少一点纷争 也许真的是要把耳朵打开 然后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好像表达能力好像很不错 可是我觉得这都是 可能在一路上别人赋予我的想法 或是觉得我应该要扮演这样的技能 可是我真的觉得在这个节目里面 就是一路走来 陶姐其实是 我们每次都是擦拭而过 然后她都会再默默的 就是很用关爱的眼神跟我说 你很好 你要加油 我觉得她是我人生的目标之一 因为我每次听她讲这个金句的时候 我就心想说 吴依佩为什么要花五句 才能讲陶姐姐的一句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 更学会好好的诠释语言 让语言变得更漂亮 然后我们要把耳朵打开 听别人说话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请 评审长陶姐帮我们来公布一下 两队的成绩 还有获胜的队伍 我直接公布 这个差距呢 其实不只是我们评审团打出来的 还包括80位观众 最后累积下来的这个积分散 两队只差0.049分 如果你真的再私捨无辱的话 其实根本是零分 第一届全明星辩论会的总冠军 恭喜 这节目带给我的情绪跟感情 是很想练的 好漫长 蛮紧张的 希望是美女的 恭喜白天 获得第一届全明星辩论会的总冠军 获得第一届全明星辩论会的总冠军 你最棒的总冠军 我最棒的总冠军 我最棒的总冠军 麻烦伯哥来颁奖 匾额 来,匾额 没有人要拿了 太棒了 匾额 匾额 来 这是我算是第一次参加 比较大型的电视节目 然后我一开始 他有讲我适应蛮不良的 我蛮感受到文化的充值的 扭转了我其实对很多电视艺人的 刻板印象 第一届 第一届白队总冠军 谢谢大家 在我背后 我已经感受到一股怨神 有一个最重视辩论艺术的人 刚刚我先问了豪平说 如果输了 你会不会很不甘心 我绝对不会是 乐意的去接受输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 大家要记得 黑队所有要记得 你们不是敌人 你们是亚军 而且你们的差距 零点零四九 我觉得你们虽败犹容 你们做得已经非常非常地好 我觉得我们打得很棒的一仗 我乐在其中 那如果还有下一季 我们会卷土重来 我们会变得更强 我很感谢投资队长好每一位队友 给我的安全感还有信任感 我们在这边邀请我们所有参与的 这个拼向老师也到台上来 还有我们的德哥也到台上来好吗 首先我们像 德哥 常常来到现场 不管外面是下暴雨 或者是叫不到电车的 多么深的夜里 你们陪着我们的现场观众一举功 谢谢 谢谢 在我们录最后总冠军的这一集 事实上我们节目才播出两集 而我们非常胶着的 一直看着收视率 一直看着我们的YT的订阅 一直看有多少则留言 黄小萍更是为其中的留言 非常的走心 然后非常的认真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整 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集的时候 台湾社会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个节目 但是 我只能说走入演艺圈33年了 谢谢你们 重新唤起我对节目的热情 谢谢你们 谢谢桃子 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谢谢桃子姐 谢谢制作单位 谢谢全台湾 如果说现在这个节目走到总冠军 是在这个社会非常受到重视 并且大家热烈期待的时候 希望你们可以到他们的社群网站 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走路碰到他们的时候 也给他们一个拥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谢谢